小蝌蚪找妈妈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青蛙妈妈钻出洞口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然后她跳进池塘 高高兴兴地游了起来 她一边游 一边在水草底下 生了一串串白色的小珠子 这些小珠子啊 就是青蛙妈妈的孩子 不久 这些小珠子全都变了个模样 黑黑的身子 圆圆的脑袋 后面还托着一条细细的小尾巴 人们管它们叫小蝌蚪 小蝌蚪们整天在水里游来游去 真快活呀 有一天 鸭妈妈带着小鸭子来池塘里玩 小鸭子看见小蝌蚪就对它们说 瞧啊 这是我妈妈 你们的妈妈呢 小蝌蚪们愣住了 对呀 它们怎么从来没见过妈妈呢 一只小蝌蚪问 鸭妈妈 鸭妈妈 谁是我们的妈妈呢 鸭妈妈说 哇 你们的妈妈呀 眼睛长在头顶上 嘴巴大大的 宽宽的 你们肯定能认出来 谢谢鸭妈妈 于是小蝌蚪们就去找妈妈了 它们游啊 游啊 游了没多久 对面游过来一条大鱼 大鱼的眼睛长在头顶上 嘴巴也长得又大又阔 小蝌蚪们一看 哎 跟鸭妈妈说的一模一样 它们高兴极了 一起喊了起来 妈妈 妈妈 我们可找到你了 大鱼摇了摇头说 我是小鱼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呀 长着四条腿呢 昨天我才看见它 你们赶快去吧 小蝌蚪们谢了鱼妈妈 接着往前游 这时它们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小蝌蚪们见它有四条腿 连忙喊了起来 连忙喊了起来 妈妈 妈妈 我们可找到你了 乌龟笑了 说 我是小乌龟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呀 长着白肚皮 爱穿绿衣服 唱起来 呱呱呱叫 小蝌蚪们继续往前游 终于 它们在岸边找到了青蛙 这一会呀 它们可不敢乱叫了 就小心地问 你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她眼睛长在头顶上 嘴巴又宽又大 白肚皮 四条腿 爱穿绿衣服 唱起歌来 还呱呱叫呢 青蛙乐得大笑起来 孩子们呐 你们仔细瞧一瞧 我不就是你们的妈妈吗 小蝌蚪们睁大眼睛一瞧 可不是吗 可它们还是不明白 那为什么我们长得不一样呢 你们呐还小呢 等长大了 就会跟妈妈一个模样了 到那时候呀 妈妈就带你们到岸上 去捉虫子 小蝌蚪们一听 都欢呼起来 游过去把妈妈围在了中间 青蛙妈妈 见到了亲爱的孩子们 也高兴地 扑通一声 跳进了水里 和小蝌蚪们 捉起了迷藏 请不吝 asid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配合